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农村看世界 看见新农村 舌尖上的农村 走开啦 新年快乐 欢迎收听农情农事播报台 我是主播林大米 在宜兰元山种麻竹笋 已经超过20年的损农 李文发先生 曾经在接受农村广播 《迷米之音》节目专访的时候 说了一句至理名言 做农要赚钱 较多啦 但是他能赚得快乐 什么工作就不像做农那样快乐 任何工作都不比务农快乐 他自己小时候 是在损园里长大的 到了他的孩子这一代 仍然常常让孩子到损园里帮忙 难得的是 小孩不怕苦 甚至从中体会到家庭合作 务农的价值 今天遇到过年期间 大米特别想分享一篇文章 这是李文发先生的孩子 李明仪 在国小五年级的时候 写了一篇作文 就叫做 快乐竹损园 快乐竹损园 李明仪 宜兰县原山国小 说到我甜蜜又温暖的家 我就想起暑假的时候 去帮爸爸割竹损的事情 我们家是从事农业的家庭 有种植芭乐 角白损 竹损等等 其中以竹损的产量最多 所以我和哥哥决定 帮爸爸割竹损 减轻爸爸的负担 由于竹损不能照射阳光 否则会影响其先田 因此会利用凌晨 一点到五点的时间来收割 记得凌晨出发时 四周一片漆黑 偶尔能听见虫鸣的声音 伴随冷冽的冷风 我和哥哥鼓起勇气 结伴骑脚踏车到田里帮忙 有一次 路边的野狗追着我们狂吠 一副要将我们生吞活泼的样子 我和哥哥拼了命地往前冲 既担心又害怕 终于在下一个路口 摆脱他们的威胁 就在此刻 也战胜了瞌睡虫 精神抖擞地准备展开工作 到了竹笋田 有我负责将爸爸割下来的竹笋 拿去推车上 哥哥负责推推车 我们来来回回 穿梭在田中 有时遇到下雨 地上到处是泥泞 增加不少难度 更需要花费更多力气和时间 才能完成一趟搬运的工作 我们齐心协力将一车一车的竹笋 陆续搬运上车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不知不觉也就完成此部分的工作 但想到还有许多地方尚未收割 我们加紧脚步搭乘爸爸的货车 到下一个竹笋田继续帮忙 割竹笋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事 虽然辛苦 但是都不觉得累 能和家人一起同心协力的工作 是我觉得最温馨的甜蜜回忆 这篇文章后来还得奖了 身为父亲的李文发 每次想起孩子这篇作文 心中总是充满骄傲 也能让他再一次自信地说 务农的孩子不会变坏 以上是来自宜兰的马祖损员 过年限定的特别报道 如果您也有农家故事 想和我们分享 欢迎写信到教育电台 给林大米收就可以了 走读流车小旅行 走读农村小旅行 农村超好玩 想要亲身走一趟农村 用眼耳鼻舌感官 好好感受一个农村 得先要做功课 准备好工具 如果没有熟人带路 那么在数位时代最便利的 就是电子书了 屏东是台湾的农业大县 它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所以屏东也成为 农林与木重要的根据地 它盛产的农特产品非常多样 但随着时代变迁 我们现在开始注重休闲活动了 所以屏东县政府 也积极地辅导农民产业转型 推出了《我的农场新旅行》电子书 这个电子书里头 除了介绍屏东县 有两个休闲农业区 还有29个休闲农场 以及周边景点 还有伴手礼之外 有别于过去的是 现在整合了农村再生社区 还有具有原乡特色 和客家六堆文化 总共200个好吃好玩的景点 可以让大家规划出 各种不一样的主题的小旅行 不管是要当一日农夫体验的 或者是要参与食农教育 或者户外教学 喝咖啡 品尝美食 或是骑单车 从电子书可以让你更深度地了解屏东 探索屏东 关于这个电子书 《我的农场新旅行》 新是爱新的新 想下载的话 可以透过屏东县府的官网 或者是在农业处的首页 都可以免费下载或免费浏览 想要体验国境之难的美 赶快从这本电子书开始吧 关键字就要搜寻 《我的农场新旅行》 新是爱新的新哦 稍等一会广告后 我们的节目第二段 人物专访 今天来的是一位 住在农村的科学家哦 你正在收听的是每个礼拜一傍晚5点20播出的青农市集onair节目 我是大迷 接下来节目场景要瞬间移动到一个冬雨绵绵的午后时光 我到宜兰的深沟村拜访老朋友 她是科学家林芳怡小姐 我觉得我讲不出什么太理想的东西 不用啊 我们就是没有想要听理想了 我不知道我常常 我常觉得做农村广播节目啊 不是说要营造一个很美的农村的景象 吸引大家多多来做 我们还是希望很多人投入没有错 可是我觉得都应该呈现最真实最好 就各个年龄层各个身份 然后但是是实际在农村生活 她看到了什么 她感受到了什么 这样子可以给农村外围的人 可以知道有个机会认识也好 或者是她想象自己如果投入的话 很可能会类似于谁的遭遇 那今天我们找到一个类似的遭遇的话 这个切入点是一个知青 不过知识青年就或许说起来也有点沉重 如果大家在现在求学的生涯 有时候真的是大学生 是最普遍的基础来讲的话 博士好像也觉得 也越来越常遇到博士了 那我们今天对 也是在青农世纪昂尔节目里面 最近频率出现蛮高的 博士等级的受访者 不过今天这回比较不一样是 她还是个在农村生活 过着务农生活的女博士 这位朋友跟大家先打招呼 自我介绍的话 通常你会怎么样一上台 因为你也常常分享 你通常一上台分享的时候 会很简单的说大家好 然后怎么样开场 我当然先说大家好 我是方怡 我最常开场的方式就是说 我是一边是当农夫务农 然后一边是一个科学家 因为我本身的背景 是在做学术研究 可是大概从四年前左右 跟先生家人一起搬到宜兰的深沟这边来 然后就是投入了农业耕作这样子 一边研究 然后一边投入农业耕作 而且还可以一边生小孩哦 目前已经有两个女儿 带着女儿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已经最实际的在宜兰耕作 跟着什么月份该插秧夏田 然后什么时候除福寿罗 然后该除草等等的 是跟着小孩一起进行的 整个跟着农业的脉动这样子 可是你还是要继续做研究 是吗 是的 其实很多人都会问说 为什么要一个科学家要来农村 那其实呢 我们那时候老实说 很多人都会想象 让我们要有一个很高的理想 其实我们那时候其实来到农村 最主要的是在想要做一个 人生的小实验 我们想要知道是说 工作跟生活 可不可以结合在一起 因为可能大家在都市里面的话 就是八点 可能早上八点去上班 然后六点下班之后 才能够开始生活 例如说跟家人在一起 可是我们就觉得这种 这种切断的方式 其实还蛮奇怪的 因为你上班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展现你人性的一面 然后你下班之后 你才能够 似乎才能够真的过你的人生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就来到一个农村 因为它是对跟土地连接很深的 的一个地方嘛 然后一方面就是真的 踩在土地上好好生活 然后一方面也就是 开始尝试说 例如说一边带小孩 自己带小孩 然后又要一边种田 然后一边又工作 所以其实像我们家女友 就会觉得很好笑 她就跟我说 妈咪你其实没有上班 可是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在工作 对啊 这是有些人也会心里的噩梦 会觉得如果工作跟生活 都是融合在一起 那完全分不清楚的时候 这会是好事吗 老实说其实 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 有好有坏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 就在想的是说 作为一个人嘛 全人 我们想说 其实你工作是为了支撑你的生活 应该最初的理想是这样子 可是你后来会看到很多人是 因为工作而没有了生活 所以我们其实因为这样才想说 那我们来试看看 可不可以把它mix在一起 那我当然觉得 这个是既就跟养小孩子一样 有时候在天堂 有时候在地狱啊 天堂有时候是说 例如说我们去夏天 然后就小孩子可以待在身边 一方面你可以照顾到他 那另外一方面 他其实就跟我们一起在铁里面 就是不管是工作 或甚至玩泥巴玩水 他其实也很开心 他可以整个有 他整个成长阶段 有爸妈的陪伴 那他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我想现在很多小孩子 是不知道他爸妈 是在做什么的 对不知道爸妈上班的样子 对对对 我想他也从此看到 我们工作上的一面这样子 可是有时候真的还蛮恐怖的啊 例如说我明明今天要赶一个稿件 可是小孩子在旁边哭 那你就会想着 哇我真的是很想去办公室工作 有没有在家里就设了一个隔离区 会这样子吗 隔离区对小孩子是没有用的 对啊例如说我那时候刚开始 来这边的时候啊 我就也是依照我们以前的生活模式 例如说要一个书房 可是后来就发现根本就没用 小朋友就会爬到你的书房前面 一直敲说 妈咪妈咪我跟你说 所以我们后来其实整个生活 在农村的生活 最大的挑战是 你要摆脱以前的想法 不管是生活或是思考模式 所以像现在 我自己的做法是 以照照顾小孩为主 可是我会在中间的一些小空隙 去进行我的工作 而且可能就在他们旁边 例如说他们在睡觉的时候 或者是他们在旁边玩的时候 我就默默的拿出我的笔记型电脑 我就开始打我的东西 以现在哦 我知道对很多都会区的单身的人来讲 其实那种SOHO的工作 就是其实工作不是在一个上班族 一定要打卡的状态的 那其实都是靠一种比较自律的 自己去完成在负责的工作 那这样子来讲 你就是在务农的情况 像不像是另一种变形的SOHO组 确实是 我想很多人会成为SOHO组 是第一个时间可以弹性运用嘛 然后第二个是 你不一定要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就是上班 而且务农也是一样 就是基本上 我们是随着他的节奏在走 例如说接下来的三月 就是开始春更 我们必须投入很多的时间在上面 那所以基本上 我们来务农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也就是跟SOHO组很像 我们可以比较可以掌握我们的时间 然后时间上是弹性的 我们可以不用六日去跟人家挤在风景区或是游乐区 我们就趁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去 这一点就很吸引大家 应该会考虑一下这种SOHO模式 不过因为你们的作品 创作的这些其实就是水稿的收成 这也等于是你们要换得维持佳绩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产品的已经务农第四年吗 第四年 因为那时候的耕作面积还没有那么的大 加上说整个行销 例如说你怎么卖米 那整个产品的设计都还不是那么的熟悉 所以第一年其实我们的收入非常非常的少 刚开始其实还是在吃老本这样子 以前有存一些钱 可是慢慢的会越来越掌握那整个 不管是务农的节奏 或者是整个就是贩卖的一些过程 会越来越熟悉 可是呢 基本上你的就是从务农所得到的那些收入 真的还是比不上你在都市生活的薪水 不是生活工作的薪水 例如说以前我们在学校工作啊 大概平均一个月至少可能会有到 三万五到四万块一个人这样的薪水 那目前呢可能算一算你可能两个人一起务农 大概也会得到同样的薪水 对 两个人加起来也不过就 差不多就三万五到四万 可是呢 我们后来会发现的是 算就收入没有以前那么多 可是在就是整个农村生活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丢弃了很多以前的一些生活模式跟想法 其实你就会发现说 人所需要的东西很简单 例如说吃的东西要吃的好 对 然后其他的东西其实不一定需要那些奢侈品 所以我们家其实没有什么iPhone啊 大电视啊什么这样的东西 所以就简单 生活简单 其实也还是过得去这样 过得去 过得去有没有带着一点点 其实要蛮去克服心中的一些欲望的那个程度 嗯 有一点 好 如果说收入可以宽育一点的话 你觉得在农村的生活里面 你觉得还有的必需品 应该还希望可以再增加的是什么 如果有钱比较多 可能会拿去买农机吧 还是为了生产哦 投入这个叫生财工具 应该是说 如果有农机的话 那我们就是花在田里面的人力成本就会下降 那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 或者是说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倒不是为了生产 倒是你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嗯 对 这让我想到我们跟老农陈阿公聊过 他说在整个农业改革的时候 就是大量的机械开始进入了 然后其实为的就是效率更高 那那时候的追求是为了产量 嗯 所以我现在听到芳怡说追求的是有更多时间陪家人 这应该是真的时代做了很大很大的改变了 现在的人宁可往回头走 就是去想生活里面比较需要什么 大家好 我是大明 农村公布这部青龙市集onair的主持人 有农民的打拼正着 我们过年才有糖好吃价里好 参加吃翁来代表现翁 甘子代表甘米 茄子代表甘米 吃作表是粘粘好 还有吃菇菜代表咕咕等等 当然要够吃菜头好菜头 吃土豆吃到老老老老 感谢每一位为这些土地付出 为我们农业打拼的农民朋友 恭喜大家新年快乐 也请大家记得哦 关心农业关心农村 在教育电台每礼拜日会和大家记得 晚上五点二十分至六点 欢迎收听青龙市集onair 我们在了解到其实是很年轻的夫妻 从来没有务农的经验 走入农村 而且是到一个陌生的家乡 芳怡跟异汉是从事农田里的科学计划 发起了这个计划 所以一切都是有点先把生活一步一步的过 然后觉得想做什么慢慢做 而没有一个很提早之前就规划好的是吗 其实这也是我们就在思考是说 人本来就是先应该好好的生活 包括说好好的吃饭 好好的睡觉 那当然在接下来才会是去找寻自己的 你要说定位嘛 我想要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是一个这样的顺序 所以我们其实来这边 真的是先以生活为主 然后真的安顿下来之后 才慢慢看到说 原来农村或农业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用我们以前的专业 可以来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才会发起农田里的科学计划 因为我们希望说 运用我们以前的生态背景 来帮助这些农夫 当然也是包括我们自己 去面对说他们在天里面所遇到的这些问题 这样子的解决它是一个理想 还是说它可以是影响到你们自己真正生活的条件 就是或者是说物农的状况可以越来越好 当然啦 因为像现在在很多做有机或友善的农业的小农 其实他们最大的问题应该还是在于人力成本 因为当你不想要依赖农药化肥 去预防那些病虫害 或者是增加产量的时候 你势必就是要投入很多的人力成本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可以有从另外一个角度 例如说像我们是从生态系的部分 来来来面对这些问题 例如说福寿罗好了 以前大家不想用药 大家只能用手去剪它 可能很恐怖啊 因为田里面的福寿罗就跟天上的星星一样 那么多 你永远都剪不完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 那我们可以先了解福寿罗的习性 然后例如说知道他们喜欢吃什么啊 喜欢待在什么地方 那什么时候喜欢出来 然后再用他们这些就是特性 去诱补他们 对那我们之前做出来的效果 其实是还不错 因为会减少你很多就是减弱的时间 那其实这些人至少就可以 例如说每天多出一两个小时去睡觉啊 这不是很好啊 而且你会那么聚焦在福寿罗 其实感觉好像每次听到农田里的科学计划 就是在找福寿罗麻烦 即使没有 你甚至于慢慢的在透过各式各样的 是讲座也好 或者是办各式各样活动 来告诉大家可以有爱上福寿罗的可能 因为福寿罗它延伸的代表出了 是整个农田水田里的生态环境 所以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跟方怡 再多聊聊农田里的科学计划 所做的各种研究 但是现在回到就是方怡个人 因为一个年轻女孩投入学术研究 有了学位 有了很多很好的成果 那也去过北极对不对 那这些其实最后回归到一个家庭的单位 然后在农村里生活 其实会遇到的挑战有哪些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挑战太多了 我们真的很想务实的知道 我们到底会可能遇到哪些挑战 我想刚刚大明有提到过 这样的第一个就是经济上的收入嘛 就是一定会变少 那你怎么样子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模式 这会很重要 例如说你可能不能再像以前一样 每个月买个十件衣服 然后去看两场电影 不过我想最困难的应该是 我觉得一个外地人 因为像我们不是以来的在地人 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去往下扎根 像我自己有感觉是 虽然已经来到这边第四年了 可是我觉得我对于这个社区 这个地方 跟其他村民的互动 其实好像还不是处于一个 互相信任或是互相依赖的一个 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样子其实会让 有时候会让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 好像还是不属于这里的一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 目前我们觉得最困难 最难去突破的 听起来是你很希望是更融入的是吗 是 那有想过要融入的方式是可能透过哪些 喝一口气 我想我想多跟人家聊天 应该会是一个好方法 我想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但我发现 其实你透过做农田里的科学计划 这个研究 你们夫妻有时候都还带着孩子 在田里面进进出出的这些身影 也都让在地的人感觉到 哇 很扎实的在农村生活的一对夫妻 那那种自然而然 在地人看久了 他们会主动来攀谈啊 打招呼的 这样子的几率也是有的 对不对 对 其实真的 有孩子 就是有一个家庭 在 在这里进进出出 确实 尤其是小孩子 小孩子是 大家 很好以他为话题来 就是攀谈嘛 所以我想 其实这个 虽然说 我觉得现在觉得 还是有点困难 可是我认为 那一个 问题是有慢慢的改善的 尤其像我们最近 第二个小孩出生嘛 应该是一年前 所以其实老实说 一些 阿婆阿 阿姨阿 阿伯阿 其实都还是会过来跟我们聊聊天 因为 可能分享一下说 他们以前的育儿 的一些经验啊 或是怎么样 那我想 其实慢慢有改善啦 只是 可能像我们就是 比较内向的人 就会觉得说 好像还是 一点点困难 算 应该会慢慢好一点 这对于 如果长时间那种 都会成长过来的人来讲 会觉得 跟左邻右舍 认识 或 社群关系 社区的关系 很紧密 这有什么重要吗 你觉得在农村 特别重要是吗 有啊 超重要的啊 例如说 要有人帮你看小孩 像现在大名就是 我们的那个育儿团队子一样 我很用心 还有就是说 我觉得那其实是 回归到一个生物本能 因为 人就是社会化的动物 所以基本上 那种需要群体 的一个 你要说是心理或生理需要吗 其实真的是很本质的 你很难说出 你到底有什么需要 可是它就是长期演化 生物演化下来的结果 所以如果你能够在一个地方 跟这个社区里面的成员 有比较紧密的关系 跟互动的时候 你真的就会觉得 有一种很 很充实 或者说很 很安全的感觉 那真的是 有时候你说不出为什么 可是它其实就是 扣进在你的基因里面 因为你就是一个 社会化的生物 可是你自己 慢慢的 如果说有找到了 踏实的感觉 就这样生活下来 对小孩子的 考量的部分呢 小孩子的养育啊 教育 身为在农村里面 生活 而且又是务农 虽然说一边做学术研究 可是你会 考量到他们 适不适合 真的一直在农村 其实蛮多人 包括我自己家里 例如说我的妈妈嘛 他们可能一个既定的印象是 农村的教育资源 其实可能是会比较少的 可是我那时候 并不觉得是 第一个我认为 因为我自己念到 不是 其实我后来都觉得 学校的部分 其实真的就是给知识 那对于一个人的教育 其实应该是 整个全面的 也就是说 我认为 家庭教育 老实说是 远远高过 影响力远远高过 于所谓的学校 所以我并不认为说 好像一定要 例如说什么 到都市去念那种 升学性的学校 而且第二个是 我觉得现在的网络 实在真的是改变了 太多的事情了 以前你可能必须 透过老师 或者是书面的东西 去学习知识 可是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那其实你可以 如果你真的想要 学某件事情 你是可以从上面 得到非常多的资源 或是透过网络 连接到非常多的人脉 所以我并不觉得说 我必须为了 所谓住在一个 升学的学校旁边 然后就离开 就是到都市去生活 因为重点还是在于 人的生活就是最重要的啊 然后接下来才会是 其他的部分 所以老实说 我自己并没有太担心 而且现在念比较多书 有用吗 还不是在种田 应该是说 我觉得知识 是为了让你了解世界 那而不是 就是 就是为了一个 例如说你有可以 赚比较多钱啊 或是有一个 比较高的社会地位 我刚刚说还不是在种田 这个听得出来 是真心的吧 开玩笑的 在你跟家人的一些 谈天里面 他们一定是 还是都会有一些 给你的压力是 我跟你栽培到这样子 你的学士 你的这样 你竟然就是 只是在种田 你会像有新的 反驳方式的吗 其实 家人间的关系 是很复杂的 所以其实老实说 我现在也不太会去反驳 因为我觉得 例如说 你要用一个 什么样的方式 去伤妈妈的心 也很难 所以我目前会觉得是 真的就是 还是 因为人生还是你的嘛 我就是 我就是想要这样子过 那 我想他们最后 也不得不接受 当然 我觉得很多的 真实的感受 包括说 我其实曾经也有想过说 那我其实是不是 应该 就是 再回到大学里面 去当个教授 然后去 符合 家人对你的期待 可是我真的也是在想的是 在那整个过程当中 痛苦的都是自己啊 对啊 然后在这边生活快乐的是自己 那我 慢慢的也是 试着在 摆脱说 以前 教育上 对于好学生就是 你要去符合别人的期待 这件事情 老实说 我也是花了 二三十年 才慢慢想要去 那真的影响太深了 慢慢的想要去 摆脱那样的想法 还是 认为 嗯 你还是要去 过你真的想过的人生 虽然这句话 讲起来很简单啊 对 那个真是充满荆棘的道路 可是还是可以笑得很甜美哦 今天节目时间有限 我们先聊到这边 希望很快的就可以 再邀请芳怡 聊一聊你的一些 很有趣的实验的计划 谢谢芳怡 好 拜拜 小市集大通路 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 安娜拉佩说 我们每一次的消费 就像是一张选票 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 今天介绍的市集非常酷 它叫做上下游市集 相信大家也都已经不陌生了 这是一个新闻市集 但也可以买到农产品的市集 这是在2011年创办的 一个关心农业 以及友善土地议题的社会企业 主要就分为新闻和市集两部分 上下游的新闻是一个关注农业 食物和环境议题的网站 聘请专职的记者进行专题报道 也常常邀请各界作者 发表对于食物 耕作 农地保存 食农教育等等的文章 交换更多元的讯息 再来市集的部分呢 上下游市集当然是 我们消费者更不能错过的地方了 他们会主动进行农产品开发 提供给消费者健康的在地食物 也会让农村的经济更加活泼活络 而除了自行开发产品之外 市集也是小农产品的供应平台 让大家可以认识更多本土的自然好产品 上下游市集 欢迎大家可以透过网路订购 很方便的哦 像是最近冬天这么的冷 一进到上下游市集的首页 就会看到西底窑桂园姜汤 这是使用柴烧龙眼 姜还有黑糖 经过六小时熬煮成的桂圆姜汤 温暖又补身 陪伴我们度过寒冷的冬天 你看吧 很厉害的文字宣传 光是这几个文字 就让人家觉得 堵起来身体暖和了 有兴趣的朋友 想支持在地的友善农产品的话 欢迎到上下游市集 好好逛一逛哦 感谢你收听今天大年初四的 青农市集onair节目 网路上还可以搜寻 蜜蜜之音 可以听到更多的农村故事资料库哦 我们下个礼拜一傍晚 五点二十分 空中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